一展他们的英语水平和精彩才艺 一身华丽的龙袍 再加上流利的英语个性演讲 来自南京外国语学校的选手赵浩新 一出场便赢得了评委们的一片赞赏 此次江苏共有四名选手 经过层层选拔入围全国总决赛 自身的实力再加上主场的优势 让他们在比赛中多了一份从容 添了一份自信 本次总决赛分为小学低年级组 小学高年级组 初中组 高中组 和大学成人组五个组别 由于参赛的选手 均是来自全国各个赛区的优胜者 所以每一个人的表演 都是创意十足 惊喜不断 这其中既有以英语脱口秀方式 进行的唐诗解读 也有葫芦丝 京剧等精彩的才艺展示 在台上 无论是大学生 还是只有六七岁的小选手 他们的风采都让评委和在场观众惊叹不已 此次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由中央电视台和南京青澳组委联合主办 所以也是比赛创办13年来 首次走出北京 而整个比赛的最大亮点 就是全程凸显了青澳元素 我们从比赛的很多方面 融入了很多青澳以及南京的元素 也是希望借着这一次 我们2012年有着320多万选手参与的 这样一个大赛 去更好地展现青澳 去宣传青澳的理念